世上还没有几人能躲得过八盏刀 江湖传言 一笔惊天宝藏 藏于乌山镇 自打凶相为寻宝 掀起血雨腥风 乌山寻朴司长天 奉命来捉拿四恶 我要为那些无辜死去的冤魂讨回公道 凤四娘掏出毒针 冲向长天 正当他要一棍打死凤四娘时 一柄短刀破风而来 削仁图 削仁图是四兄相中最凶残的一个 世上还没有几人 能躲得过八盏刀 一时间刀剑漫天飞舞 长天不得不拿出看家本领 原来他乃眼甲门传人 一手眼甲术变幻莫测 法字竖起 有心声 无数硬木将他左臂包裹 谁料 削仁图丝毫不惧 他祭出飞刀先行开路 凤四娘趁机偷袭 好在长天飞身躲过 凤四娘被木龙死死困住 削仁图怒火中烧 放出大招 这料木刀被一根银钉击碎 来人还顺便救了凤四娘 原来是四兄之手 吕乌鸦来了 他还绑了长天的妻儿 吕乌鸦让长天离开雾山镇 否则 他的妻儿今天必死 长天不肯妥协 吕乌鸦被逼出树米 但他也是由备而来 原来他在手上涂了盈州奇毒 朽木散 此毒对人无害 却对木头有奇效 而炎甲师只要失去了本命炎甲兽 基本上只剩半条命了 长天拼上最后一口气 常天口吐鲜血 壮烈迅功 被逼出城的四兄相 气急败坏 这是莫唐镇 也就是捷径 刚才我们身上被打中的 就是雾山镇的进行令 常天的儿子 狠狠盯着四兄相 他是要为父报仇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 江湖风波又起 魔道中人 收到四兄相邀请 赶往雾山镇 寻找宝藏 一名刀客深夜赶来 却被一个乞丐伸手讨钱 刀客出刀便砍 刀客大摇大摆地离去 却不知即将付出惨重代价 魔道中人纷纷来到屋内 但四兄相却迟迟不到 正当众人争论不休时 瞎眼乞丐缓缓起身 他丢下碗中铜钱 只有刀客侥幸夺过机关 他慌不择路地奔向门口 谁料 被酒后的乞丐一拳砸倒 原来一切都是乞丐的谋划 他本名杜风波 是眼甲门的一名弟子 因师傅常说他没有天赋 便决心下山捉拿四兄阳明江湖 他假借四兄相之名 引诱魔道中人聚集于此 而他早在屋中用眼甲术 布下天罗地网 杜风波并未将他们赶紧杀绝 他只是想制造混乱 引出真正的四兄相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还是被扯进了命案 第二天一早 乌山镇寻普斯就接到货廊报案 早上他在送货的时候路过案发现场 发现里面有十几具尸体 感觉长得特别像江湖人士 江英洛带着手下杨炭赶往现场 屋中横尸遍野 此相凄惨 有的被割去了手脚 甚至是眼睛 杨炭被恶心的干呕 江英洛面不改色 查探现场 果然在剧中下 发现了活口 这人的凶手 是四兄相 四兄相 江英洛回去禀告师父张总谱 先令吕大人 问张总谱有何看法 凶手的手法 让我想起一个十年前的人 小无人徒 杨英洛根据现场痕迹 锁定了城中眼甲师杜风波 此时 杜风波还在呼呼大睡 他的本命眼甲兽小猪忍无可忍 拉动机关 逼他起来 但他刚穿上衣服 江英洛就带着杨炭赶来 他们一进屋 就遭到小猪疯狂扫射 小猪开启群弓模式 两人只能快速冲向屋内 正巧撞上初来洗漱的杜风波 谁料 江英洛一扭头 就看到四兄相的画像 他认定杜风波有嫌疑 但杜风波衣冠不整 他只好让杨炭动手抓捕 上死 杨炭怎么样 活着呢 我们能解释一下吗 江英洛凭借听声变位 不断进攻 杜风波只能被迫出手 杜风波本想趁乱逃跑 却被江英洛逼了回来 好在他屋中稀奇 古怪的道具很多 但江英洛武功不俗 杜风波只能逃跑 他将自己弹射出屋 让小猪带着他自由飞翔 两人在空中展开追逐 小猪隔空发射弹药 江英洛边追边打 到底江英洛技高一筹 甩出飞棍 砸烂小猪分身 这下杜风波插翅难逃了 江英洛刚要审他 杨炭就追了上来 原来他赶来时 一个老头向他报案 说他那个乌山小树林里 发现了一堆尸体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 看着杨炭亮出的证物 杜风波当即认出 是昨晚的刀客 他吓得不敢吭声 只好乖乖跟着两人 前往树林 江英洛一棍射出 却只拦下贼人一脚 三人跟随贼人 来到一间草屋 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刀剑 江英洛警惕不已 漫天刀剑杀向三人 萧仁图持刀 从草屋一跃而下 江英洛抬棍变蓝 两人数息间连过数招 江英洛一招不慎 被揣得口吐鲜血 眼看萧仁图大招来袭 杜风波及时出手支援 萧仁图的飞刀被尽数拦下 江英洛让杨炭溜进草屋找证据 他负责拦住发疯的萧仁图 此时萧仁图已经杀红了眼 受伤的江英洛根本不是对手 杜风波让小猪分身上前帮忙 在小猪的助攻下 江英洛一脚踹飞了萧仁图 谁料萧仁图冲进了草屋 然而 他一进去就发生了爆炸 杨炭 好在杨炭没有殉职 他踉跄着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这时 小猪也飞了过来 但他害怕的缩成一团 杨炭说他没有找到线索 屋中都是残肢断壁 江英洛让杨炭回去摇人 将草屋围起来查探 他则拉着杜风波问话 郑中旭啊 给我个解释 杜风波只能据实相告 但是我绝对没有杀他们 真的 江英洛被他的想法启发 他仔细思索后 才发现异常 想来 有人故意引他们去草屋 我们被摆了一刀 好在他们并不是一无所获 小猪根据贼人一脚的气息 在大街上寻人 谁料 小猪鼻子失灵 杜风波平白无故挨了两掌 他委屈地跟着江英洛逃跑 这小猪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再次念动咒语 他才明白 原来是对方速度太快 对小猪刚才追逐的 只不过是气味的残留 两人跟着小猪 追到一处废弃老宅 但他们从白天查到晚上 也没有什么进展 另一边 张总铺也忧愁不已 小人徒虽已扶猪 但四兄向还有三人逍遥法外 他还有一件案子 既带处理 他告知吕大人 武山镇这五年来 频繁发生罪犯失踪事件 虽然他们罪不可恕 但凭空消失 也得有个缘由吧 但张总铺还未探出缘由 只能向吕大人告辞 夜色逐渐浓郁 杜丰波二人逐渐焦虑 谁料烛火瞬间变绿 兄弟业民 不会真有鬼吧 两人急忙跑到院外 杜丰波刚要离开 就被屋内探出的藤蔓赚回 江英洛急忙追上 但他万万没想到 杜丰波不仅毫发无伤 还对他动手动脚 但江英洛察觉 他身上气味不对 一把将他甩飞出去 没想到你们这群狗官 狗鼻子还挺灵的嘛 原来杜丰波是凤四娘假扮的 但凤四娘不明白 他是如何暴露的 现场屠杀了所有人 却留下大中内的活口 用意是传出消人图的嫌疑 虽然计划被看穿 但凤四娘仍稳如泰山 他当即开启幻术 回眸一笑 百万一生 六宫粉袋 无颜色 被救老宅 瞬间变为沙漠 两人在大漠中厮杀 眼看拿不下江英洛 凤四娘当即变换场景 她凭借销声迷惑对方 然后趁其不备 四处独针 然而江英洛心智过人 轻松接下她致命一击 两人在不同场景中 大战了三百回合 江英洛全力出击 终于打破了凤四娘的幻境 好生可畏啊 这些年我们光顾着寻宝 连武功都荒废了 杜丰波趁机质问他们 为何能突破 长天布下的结界 原来当年四人 寻遍天下能人 血衣告诉他们 四人中一人身亡 结界自解 小人图当即对诸葛之断下手 图在住手 小人图当即撤手 三人一同杀向吕乌鸦 吕乌鸦拼死反抗 却还是被三人合力杀死 今天我就要叫你坐拿归案 两个娃娃还嫩了点 江英洛强撑着迎战 杜丰波嚼尽脑汁 割断绳索 眼看凤四娘向她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 杜丰波成功逃脱 死人短暂厮杀后 终场休息 谁料 杜丰波之断突然发动大招 杜丰波当即使出严甲术 师兄 援军正是杨探 他刚要杀了凤四娘以绝后患 等等杨探 留火口 凤四娘将藏宝图交了出来 众人将她暂时关押在大牢 江英洛向师父张宗扑讲述经过 师徒二人互相勉励 谁料第二天她就接到噩耗 昨天夜里 凤四娘被人暗杀 而张总浦 惨死当场 江英洛情绪失控 吕大人及时安抚 还将此案全权交给他处理 你可听说 一个叫木虫皮的人 此人可能跟本案有重大干系 看着吕大人手上的划痕 江英洛心中一惊 他回想起昨晚和师父的谈话 木虫皮 这个名字倒是挺有意思的啊 江英洛当即去查探师父的尸体 果然 看到他指甲缝中的血肉 为了找到更多证据 他和杜丰波 潜入吕大人书房 杜丰波随手一转 居然打开了间密室 两人在密室中发现数据棺材 以及桌上的藏宝图 两人根据藏宝图 来到望仙台 正当他们要跳入银海时 小猪却害怕不已 出来吧 杨探从容走出 你就是与四兄像有着杀父之仇 长天的儿子吧 原来 萧仁图是被杨探所杀 小猪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才会一直惧怕杨探 萧仁图 凤四娘都是被我杀 原来 昨晚他去找凤四娘报仇 谁料 被张总谱发现 下来吧 杨探 缠斗中 他不小心刺伤张总谱 远处又传来脚步声 他只能夺到房梁上 却看到吕大人深夜赶来 杨英洛当即要将杨探捉拿归案 杨探后退一步 还有一个人 最后一个 看着杨探跳入云海 杜丰波唤出小猪 萧仁图 走 两人落入山中 在小猪带领下 走到一处山洞 就见山洞中端坐着一具白骨 石壁上刻满了文字 原来没有宝藏 谁料 白骨突然向杜丰波扑来 好在江英洛一棍将他打飞 一阵怪笑传来 居然是吕大人 原来 他就是四兄相之首 吕乌鸦 当年 他被凤四娘三人背叛 幸亏血已救我 得以见回一条命 但苦寻多年的宝藏并不存在 他也十日不多 便想要拉两人陪葬 吕乌鸦操纵私线 将一具具尸体 从地下拉出 就连张总虎的尸体也在其中 原来 五年来 五年来犯人无故失踪 都是被他炼制成了傀儡 双拳难敌四手 两人被打得狼狈不堪 只能从山洞中逃出 吕乌鸦穷追不舍 一个闪现 拦住两人 随后他调动体内真气 将毒气汇集掌中 攻向两人 江英洛挥棍迎敌 但他重伤未愈 很快被吕乌鸦一掌拍飞 杜丰波本想引爆炸药 拼个同归于尽 谁料 小猪突然冲出 他挥动翅膀 向杜丰波告别 最后 展开猪雀的完全形态 小猪奋力冲向吕乌鸦 尽管被朽木三腐蚀的直胜头颅 他还是和吕乌鸦同归于尽了 杜丰波元气大伤 昏迷不醒 这时 杨探才找了过来 罪民长探 恳请寻补司将我 接纳归案 你就是毒孤 真没想到 威名赫赫的叶天子 竟然是个女人 能识破我的阵法 也算你有本事 不过很可惜 你们就要死了 达叔的毒孤 为了侦破囚语层案 找到鬼师老大 没想 大名鼎鼎的叶天子 竟然是个绝色美人 一个死人 有什么筹码和我谈条件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左手有些痒 你在拜帖上下了毒 大唐永辉年间 北方二十余州 发生旱情 导致民不聊生 四天间高盛瑶 向天后请命 在城中设谈 做法求雨 话说这高盛瑶 曾多次设谈起伏 深受天皇天后的信赖 而这次求雨 他也不负众望 施法完毕后 天空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百姓们欢呼雀跃 然而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高大人 这好像是游 童谣 外音刚落 空中冒出无数的黑雾 同时雷电交加 现场一片混乱 就连高盛瑶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黑雾集结在一起 前首要战斗力非常强悍 犹如人头收割机 更加诡异的是 黑雾中有面具飞行 一旦被沾上 必死无疑 不过片刻 现场之人死伤惨重 腹肩落合 当场身亡 四天间高盛瑶 吓得魂飞魄散 天后非常重视此案 命大理寺六日之内 查出真相 因为七日之后 就是中元节 要举办祭祀大典 大理四卿毫无头绪 很多人都说 是高盛瑶招来了妖怪 因此 高盛瑶推荐了 正在坐牢的独孤 只因三年前 独孤破获了 何怪杀人事件 独孤不信鬼神之说 对于开谈求语 他也想知道原因 所谓求语 不过是障眼法 直到如今 高盛瑶也不再隐瞒 原来 他从一个术室那里 买个药方 炸出黑云 模仿乌云 用火药围造出闪电 再用孔明灯 将带孔的水囊 升入空中 便可降雨 这边是高盛瑶求雨的真相 可那天晚上 水为什么变成了油 想必是有人在背后捣乱 才知道高盛瑶的秘密 随后 独孤赶到案发现场 一番检查后 发现燃尽的香灰里 散出一股异香 这种异香 独孤再熟悉不过了 于是 带着手下找了过去 虽然你在牢里憋了几天 但咱们还得先把案子 独孤一进来 就点名找花魁 谁知花完钱的她 进门就扯下花魁的面罩 这 什么情况这是 堂堂花魁 长成这个样子 想必有秘诀吧 原来 异乡来自于青楼 而这里最擅长使用弥香的 就是花魁 每当客人来了后 她便会在屋里点上弥香 让客人心神迷乱 误以为她是天仙 你们到底想干嘛 独孤来这里 只是想请花魁 辨认一下案发现场的香灰 花魁检查过后 便说这是一种产自南洋的米药 名叫曼陀罗 它可不是普通的智慧药 一些无耻之徒 对情窦初拍的少女使用此药 然后模仿其心上人的言行举止与穿搭 最后花魁又告诉独孤 这种坏药在鬼市可以买到 这边刚查到点线索 那边 洛府就出了大事 夜晚 洛家正在给家主洛和办丧事 小妾香叶 独自在屋里守灵 突然 大门自动打开 结果下一秒 原来是千手妖来了 他在洛府大开杀戒 一夜之间鸡犬不留 耿福听到动静声 透过门缝 清楚地看到千手妖 取人头颅 独孤在检查现场时 遇到一个会武功的姑娘 女孩名叫花磊 是洛和小妾香叶的妹妹 事后 洛和的尸体 被送到大理寺 年纪轻轻怪可惜 还挺白 起床了 一来就整痉痰反应 你配我是艳尸 独孤来到艳尸房 让武作重新给洛和艳尸 这次 武作发现尸体 被人处理过 之前艳尸 他有很多体毛 不仅多呀 而且还茂密 如今白白净净 看来是用胶水粘过 将来 凶手在隐瞒什么 难道是曼陀罗 鬼是 叶天子 事不宜迟 当晚 独孤就带着手下赶往鬼市 刚进来时 一个鬼影都没有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就见一个指人 拉着一头指牛 在下独孤 此为拜天 劳烦转交 不过片刻 刚才还阴森森的街道 变得热闹非凡 就像普通的集市一样 不同的是 人人都戴着鬼头面具 独孤 这次是我大理寺中心的药份 独孤将手下拦下 鬼师鱼龙混杂 归叶天子馆 他们要先办正事 来到叶天子的住处 看到的 却是一个鬼面雕像 画阴刚落 屋内的棺材动了起来 不断袭击三人 好在三人武功高强 一阵眼花缭乱的较量之后 棺材终于平静 花阴刚落 花磊冲了出来 挟持了对方 怪独孤没带自己一起调查 花磊定睛一看 大失所望 就在这时 一阵红色飘带来袭 随之而来的 是一个很哇塞的红衣美人 让独孤没想到的是 大名鼎鼎的叶天子 竟然是一位 妖娆妩媚的女子 一个死人 有什么筹码和我谈条件 评文他心狠手辣 独孤早就在败铁上下了毒 或于无奈 叶天子只得说出 曼陀罗的售卖之地 死人根据线索 来到一间 长满藤蔓的荒宅 这是什么破地方 连个鬼眼都没有 谁知 独孤一伸手 就抓到一个小矮人 何知是大理寺来查案 小矮人承认自己 贩卖过曼陀罗 但牵手要杀人事件 绝对不是自己所为 因为现场那么大 至少需要上千斤药粉 自己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反过来一想 会不会是同油有问题 若凶手将曼陀罗粉尘 参到同油里 再借求雨 从天而降 就不需要那么大的量了 最大的美家事 大半就给那个 那个那个 崔成梁 崔氏乃是朝中 最大的权贵之一 家主崔烈 身为当朝国公 掌管贾奴坊 和同油库坊 几人不敢惹国公 决定从他的儿子 崔成梁着手 此人好色成性 应是将城中的办事处 改成了烟花场所 以此结交权贵 一行人找了过去 谁知 崔公子仗着老爹的权势 根本就没将几人 放在眼里 律师道夫 他算个屁 你知道当朝国公是谁吗 可独孤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 应是要搜崔公子的会所 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不仅找到牵手摇的面具 还有曼陀罗花 密室里还囚禁着 数百含苞待放的少女 还有一手反尸 谋反 那可是死罪 如今北方发生旱灾 崔氏有钱有势 只要给口吃的 就能筹到人马 再者 崔氏掌管着贾奴法 想要取兵器 易如反掌 没错 有了军事和武器 再有妖魅作乱的天象 你便能效仿汉高族 斩折取尸 谋朝篡位 关系重大 得先禀报天皇天后 小崔被抓 随后就是劳崔了 崔烈身为当朝国公 手段了得 他首先在独孤回家的路上 埋伏了杀手 包围了独孤 老崔扬言 他昨晚已连夜进京 向天后解释 威表忠心 将贾奴坊 交还给朝廷 说天后相信他 明日三思会审 证明崔氏的清白 可要说谋反了 还没这个脑子 现你今晚找出我 而与牵手摇无关的证据 换我崔氏清白 崔国公挟持了花蕾 过于无奈 独孤只得去找线索 替小崔开罪 于是再次来到鬼市 找到叶天子 你说我认识真正的幕后凶手 两人较量了起来 独孤一边打 一边劝叶天子 不要包庇真凶 先看看你能不能活着 从这走出去吧 独孤刀法精湛 几个来回 就将叶天子拿下 你想怎么样 叶天子同意了独孤的请求 解散鬼市 赶走那些牛鬼蛇神 隔天天后亲自听神崔氏一案 独孤直言 从崔府搜出千手摇面具上面 没有童油 然而切口是新的 因此千手摇一案 崔家是清白的 但私藏禁药 管卖梁家属实 没想 崔国公这只老狐狸 将事情推到管家身上 至于府中的梁家 那是你情我怨 何天 被无罪释放的小崔 在花船上风流快火 没想 被一只水猴子盯上 结果下一秒 千手摇之案还没有破 水猴子又出来杀人 可能是有人模仿 大理寺小林觉得事出蹊跷 敢去查以往的资料 谁知却被人掳走 谁 而那边的崔国公 因丧子之痛 全程通缉 终于抓到水猴子 小逆 管我而兵来 等到独孤赶来时 水猴子已葬身于火海 临终前 用手指向独孤 就在这时 花蕾这边也有了新线索 在给他姐姐收拾遗物时 找到一封落河的奏折 看内容 落河生前 打算弹劾高圣尧 他怀疑高圣尧 和崔家密谋造反 难道高圣尧 是千手摇的主谋 当独孤赶到高府时 高圣尧已经悬梁自尽 随后 几人在现场找到了遗书 高圣尧承认是幕后真凶 将来龙去脉 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故意制造出千手摇 铲除异己 杀了落河 又嫁祸给崔家 一时二鸟 想要置身于世外 可最后 因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畏罪自尽 就这样 千手摇之案 被稀里糊涂的给破了 而独孤因戴罪立功 免去死罪 改为充君 隔天 就是中元节 天后如约举行了祭祀大典 其间 突然雷声大作 两只千手摇 从天而降 普通的侍卫 根本就不是对手 原来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天后 打斗之中 一名高手拦住两腰 随之而来的是一群精锐 很快就将两只千手摇围住 原来 姐妹二人是怡奴国的后人 八年前 高圣遥和崔国公联手 侵占了怡奴国 导致姐妹二人 流落至长安 后来香叶意外结识落合 还找到仇人高圣遥和崔国公 原本想利用千手摇杀高圣遥 谁知 让高圣遥捡漏 捕杀了落合 后来 落府的灭门惨案 不过是为了给姐姐香叶脱身 之后 妹妹花磊 引导独孤 将矛头指向崔国公 而高圣遥 也并非自尽而亡 死于姐妹二人之手 独孤之所以怀疑二人 只因无作发现 香叶的尸体是顽笔之身 姐妹二人之所以选择祭祀大典 是想杀了天后 让他们也尝尝 活破家亡的痛苦 如今行刺失败 香叶也不害怕 因为他提前在现场准备了铜油 只要花磊一点火 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在独孤的劝说下 花磊犹豫了 香叶见状 杀向独孤 混乱之中 花磊替独孤挡了一刀 原来 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花磊对独孤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可怜的姑娘 就这样离去 姐姐香叶 也因此被抓 镜头一转 独孤来到小道家门口 祭拜大理寺的小林 林千月 不是失踪了吗 还没等小道说完 独孤一把拧住他的衣服 我今天来 是因为你才是水猴子 我还回应你是水猴子 原来 那天崔国公 将水猴子烧死时 水猴子用手指向独孤 其实并不是指他 而是他身后的小道 那只所谓的水猴子 其实是被毒雅后的小林 小道之所以杀小林 是因为小林在查水猴子一案 果不其然 在小道房中 找到水猴子的道具 小道声称 自己冒充水猴子 其实是为了惩罚豪强 即便如此 也难以逃脱 一番较量下来 小道英既不如人 死在毒孤刀下 一个月后 一脸颓废的毒孤 来到天后面前 原来 当年所谓的水猴子 其实是他假扮的 只为铲除无恶不作的豪强 没想 却被高盛尤抓住了 他并没有杀毒孤 而是提出与他合作 利用他为自己排除异己 毒孤没有同意 高盛尤杀了他的妻子 随后将毒孤押到长安 关了整整三年 后来 天后找到毒孤失散的女儿 让他彻查千手邀之案 原来 天后早就知道 高盛尤和崔国公的秘密 小道不过是个替死鬼而已 天后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她要做的 就是掌控整个朝堂 已即刻恢复本名 莱俊臣 接下来你要对我 姓敌 御守来 不许动 这晃着眼里的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御馆呢 帮哥 救我 我呀 帮哥 杂乱无章的屠宰场内 刀光血液 胖子背着半扇肉 瘦子正在磨刀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女子的求救声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女子便冲进了屋 扑倒在胖子怀中 不如其来的艳语 让一旁的瘦子垂涎三尺 姑娘莫怕发生何事 女子声称 路过此地被野兽追赶 险些被咬 说吧 撩起大长腿 让瘦子查看伤口 哪儿受伤了 让我乱干 瘦子正欲深入检查 却被女子一脚踢开 也没有扫兴 直接扑到其怀中 跌出借宿一望 姑娘 想要几间房间呢 女子又说 还有三个妹妹 三个 一个 三个姑娘 一间房 两人以为走了桃花运 殊不知 即将大祸临头 就当瘦子开心之际 身旁的姑娘 变成了巨蟒 将她缠住 放开 救我 见蛇妖如此嚣张 胖子气急败坏 抄起杀猪刀砍去 怎料却砍了个寂寞 来 就当胖子疑惑之际 一条巨蟒出现在他身后 还抄他吐信子 胖子吓得拔腿就好 直接上楼 找出祖传的杀猪刀 想要与巨蟒拼命 这时 被吸干精血的瘦子 从窗户滚了进来 就在这时 气氛异常的皈依 原来窗户和大门 皆被巨蟒堵住 就这样 哥俩被杀 其实四人并非蛇妖 只是精通幻术的杀手 拼命于蛇姐 话说这蛇姐 是大将军夏侯的情人 夏侯寄予皇位已久 于是制造灵异事件 引发动乱 引诱皇上 逼迫奇门派 交出奇门盾术来想要 实际上 事想占为己有 利用奇门盾术 放出封印的赤油 控制整个中原 果不其然 皇上上当 让上官掌门 交出奇门盾术 怎料 上官掌门果断拒绝 皇上 九天玄宫 乃朕要伏魔之地 万万不可打开 皇上气得拂袖而去 夏侯剑辞技不成 派出德力首相 九局一郎 挟持了上官全家 去九天玄宫 打算硬抢奇门盾术 把守在此的奇门派弟子 誓死保护奇门盾术 怎料 九局一郎 无意高强 一个来回 就将他们击退 奇门派弟子 只得施展绝技 好盾 水盾 两大高手一起联手 不料被九局一郎 轻松化解 另一位高手剑壮 施展了万剑归宗 怎料 还是技不如人 就当九局一郎 大开杀戒之时 上官掌门出手了 一阵激战之后 就连他也落了下风 最后 九局一郎 一记隔空取物 挟持住掌门的女儿 逼迫掌门 打开乾坤台 迫于无奈 上官掌门 只得照做 就见一道机关被打开 九局一郎大席 急忙伸手去拿 没想 却被反噬 就在这时 上官掌门 掏出一块玉佩 让女儿上官玉下山 去找师弟 董国亮 来化解此次危机 说吧 召唤出传送门 将上官玉送走 此刻 山下也是怪事连连 这个小伙儿正在洗澡 突然迎面走来了几个美女 说是想与她鸳鸯细水 未经人事的小伙儿 吓得瑟瑟发抖 你一定好奇 小伙儿为什么会来这里 小伙儿名叫刘子墨 因为没有什么学问 长期混迹于赌场 靠出老千来维持生计 这天 刘子墨又在赌场发财 期间却诸事不顺 只因对手是奇门派的东郭亮 此时的东郭亮 打算再收一个徒弟 刘子墨输了个底朝天 被打手 赶出赌坊 就在这时 东郭亮主动与其套近乎 听到有钱赚 刘子墨爽快答应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东郭亮竟然是个高手 无奇骰子 比自己还专业 刘子墨心知 此人不好惹 转身就走 却被东郭亮 按在桌子上 对着他一顿乱摸 还没等他整明白 一群官兵从远处走来 说是来抓逃犯的 就这样 刘子墨被迫上了贼船 期间刘子墨想要逃跑 谁知 东郭亮漏了一手 便让他改变了主意 看来这老头有两把刷 先摆他为师 写两张 好功夫 刘子墨只得委屈求全的拉车 入夜后 三人本打算找一家客栈休息 谁知 却来到一家澡堂 前台还有三个妹子 还没等三人开口 东郭亮就闻到了妖气 立马召唤出刀针 打了过去 这时老板娘走了出来 问三人是吃饭还是住店 住个店 老板娘看三人臭哄哄的 建议他们先去洗个澡 刘子墨没有拒绝 拉着师傅进了澡堂 谁知里面烟雾缭绕 三人很快便走散 刘子墨流了一身的臭汗 见有温泉 直接下水 殊不知 进了蛇窝 谁啊 就见一群美女朝刘子墨走来 没想 刘子墨坐怀不乱 这晃着眼里的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浴馆呢 活不其然 美女化作巨蟒 眼看就要取刘子墨性命 千军一发之际 师傅将她唤醒 还告诉她 刚才她中了幻数 还没等三人逃出澡堂 官兵已将此处包围 原来刚才的美女 和他们是一伙的 不用怕 看我一眼测试试 原来是西大人 师傅 方向要错 对方的目的 是奇门顿数 双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就见东郭亮 一记乾坤照 将歇头脸 打倒在地 谁知对方不讲武德 让手下万箭齐发 混乱之中 师傅为刘子墨挡下一剑 你我孙位提升 已经真的愿意救我 坏音刚落 师傅不幸被妖女抓走 就在这时 师傅召唤出传送门 可惜刘子墨还是晚了一步 能屈能伸的她 只得跪地求饶 我跟刚那俩 完全不熟 就当她以为在街南逃时 师傅的传送门 再次被开启 从小就是个孤儿 我离开奇门山时 就遇到了她 两人决定 赶往藏经阁 救回师傅 殊不知 师傅其实是东营人 安排的卧底 在东郭亮身边这么久 自然是为了达探 奇门顿数的消息 如今对刘子墨动了真情 不顾性命 也要救她 殊不知 刘子墨却迷上了 一个名叫上官月的姑娘 那天刘子墨为了救师姐 带着师傅来到藏经阁 东郭亮做梦也没想到 镇上最大的青楼 居然与藏经阁同名 话音刚落 刘子墨便被楼上的上官月吸引 原来上官月受掌门所托 来此处寻找师叔 东郭亮 就在刘子墨准备撩妹时 官兵追到了此处 吓得几人赶紧躲了起来 刘子墨和上官月挤进了同一个柜子里 官兵寻着声音 一枪刺烂 好在是一个空柜子 就当几人以为官兵已撤退 走出柜子时 谁知对方却杀了个回马枪 刘子墨以为在劫难逃 危机时刻还是师父最给力 师父二人逃到了一处山洞 趁师父疗伤时 刘子墨打算偷偷溜走 怎料却被师父发现 看师父伤得很重 刘子墨心软了 同意留下来照顾 师父却说自己命不久矣 还说要将一身武功传授给他 说吧 施展九天玄弓的铜壁 说吧 将铜壁托付给他 让他带去上官府 交给上官掌门 还没等刘子墨离开 追兵便赶来 东国亮剑壮 用最后的真气 施展传送术 送走刘子墨 此时的东国亮 没有了铜壁 怎会是对手 另一边 刘子墨被传送术 送到了荒郊野里 正发愁之时 看到了远处有一匹马 误以为是师父给他准备的 骑上便跑 说不知 草丛中有一个小道士 正在帮扁 尽管小道士施展顿地术锥杆 却还是没有锥上 直到撞到一块石头 这才停了下来 划分两边 皇上急于开启九天玄弓 平定天下 夏侯告诉他 开启九天玄弓的铜壁 被刘子墨带走 如果你可以帮我平定天下 我把天下分你一半 此刻刘子墨终于赶到上官府 可此处早已被抄家 一片荒谣 刘子墨壮着胆子走了进来 却看到院子里堆满了棺材 对面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刘子墨吓得不轻 原来是小道士 追马来到此处 还没等两人讲明白 院子里的棺材盖突然飞出 杀出一群黑影 小道士以为是诈尸 急急定身扶下去 原来是误会一场 上官月捡到刘子墨掉落的令牌 误以为他是师叔东郭亮 而跟来的小道士 名叫清墨 是昆仑山术士 奉师父之命 下山来保护东郭亮 上官月将刘子墨请进屋 眼前的上官月 正是上官掌门的女儿 同时也是刘子墨 亲姨的姑娘 看着梨花带雨的上官月 就在这时探子给上官月 带来一则消息 掌门被押往寻找寻刑了 就当刽子手 准备手起刀落之时 几人及时赶来 救下上官掌门 然而还没等几人离开 就被下侯将军埋伏 原以为是一场大战 没想上官直接打开传送门 将家人们送走 却露了刘子墨 随后刘子墨被下侯带到了九天玄宫 想要利用他打开九龙台 因为他们知道刘子墨是东郭亮的徒弟 结果刘子墨被九龙台吞下一条胳膊 几人见他无用 便将他扔了出来 不过几人放刘子墨时 却在他体内下了毒 不久 道长青木在寻刘子墨时 与一位黑衣女子动起了手 是你 我不打女人 整天打打杀杀的 你累不累啊 这名黑衣女子正是故事开头的 那位黑心大姐也是舍姐的头号杀手 不久 青木在荒废的上官府找到了刘子墨 此时的他少了一条胳膊 还中了毒 上官月告诉青木 后山有草药 可以解读 说吧 青木便利用盾地树来到后山 行至半路 却发现盾地树失灵 这时 青木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对黑衣女子动了烦心 说不知 他已被九局一郎盯上 就当他施展幻术 准备杀了青木时 黑衣女子突然出手 偷袭了九局一郎 替青木化解了危机 看来 黑衣女子也对青木有益 此刻 上官月迟迟不见青木回来 只能使用最后一个方法 救刘子墨 没想 居然是泡澡解毒 隔天一澡 刘子墨清醒 想对昨晚的事负责 可上官月却让他忘了 就在这时 青木拿着草样 火急火燎地赶来 你这是用了什么药啊 见效这么快 夜里 刘子墨做了一个噩梦 一对母子被人活埋 一条手臂伸出 就在这时 同婢突然苏醒 自动扑向刘子墨 隔天一早 几人大吃一惊 你的手 没想同婢竟然 融入了刘子墨的身体 上官掌门决定 收他为徒 之前 东国亮虽传授他功力 却没有时间叫遁数 上官掌门轻囊相守 一段时间后 刘子墨的遁数 已是如火纯青 然而平静的日子 没过几天 上官月便带来了 一个坏消息 半夜找到刘子墨 让他去藏经阁 寻找破除 封印铜壁上的邪灵 刘子墨没有拒绝 趁机向上官月表白 还说要娶他为妻 留在我体内的 我会用内功逼出来 就在这时 夏侯和舍姐 压着上官一家赶来 看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上官月 刘子墨才恍然大悟 眼前的上官月 是师姐假扮的 原来师姐 只是夏侯的一颗棋子 夏侯与舍姐背后的 幕府勾结 还挟持了皇上 就当夏侯要取 几人性命之时 青木等人赶来 立马施展御剑术 将喽啰们放倒 随后 就是夏侯的情人 舍姐 危机时刻 黑衣女子忽然反水 居然为青木挡下重击 其他姐妹 纷纷为黑衣女子求情 舍姐恼羞成怒 当场将三人击毙 就当舍姐 大开杀戒之时 刘子墨主动妥协 果不其然 同比接触到九龙台后 便顺利打开了机关 夏侯见状 得意洋洋 还没等他发表激情演讲 舍姐 却从背后偷信 夏侯浑身上下 燃起了熊熊烈火 原来舍姐 才是幕后主使 就在这时 突然天摇地动 九龙台就要塌陷了 三人不慎跌倒 来到地宫深处 原来这里 才是真正 封印赤油的地方 就见舍姐念动咒语 一只惊天巨兽 拔地而起 这难道 就是传说中的赤油吗 一旦冲破封印 将会生灵涂炭 随后 召唤出一群怪物 三人废话不多说 立马拔刀反击 很快便反败为胜 随后用符咒 拦下赤油 结果被冲击波震飞 师姐见刘子墨受伤 想要帮她 可她的武功 是舍姐教的 怎么够打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舍姐又召唤出杀手 轻木与杀手打坐一团 就在这时 舍姐将刘子墨 抛到空中 准备杀了她 夺得同彼 谁知 师姐却捡起刀 刺向舍姐 刘子墨因此得救 就在这时 舍姐突然背后一阵凉意 回过头 就见刘子墨浑身冒金光 对着她邪魅一笑 随后召唤出千手观音 打出奇门派最强掌法 此招回天灭地 就连刚刚复活的赤友 也不堪一击 危机解除 皇上解除了对奇门派的打压